请各位翻开第五页 往生神咒 往生神咒又称为叫做 拔一切业障根本 得生净土多罗尼 我知道在座有很多老菩萨 老菩萨 人老 心不要老 我也老了 对不对 我们每一天 每一天都会老 但是我们都不察觉 我们总希望我们还是活在十八岁一样 然后呢 我们也总觉得呢 世界呢 离我们还很遥远 我们都不知道 其实生命啊 七八十年呢 其实只是一刹那而已 在无有穷尽的轮回里面呢 其实生命真的很短暂 现在虽然的科学 可以让很多人类都可以活到九十岁或一百岁 但世界平均的年龄呢 大概是七十岁到七十五岁 那所以当我们面对生命结束的时候 你才知道我们的一生其实真正做过很少的修持 虽然我们也称为是佛教徒 如果医生给你对症下药 就依照你的身体 比如说是热的 或是冷的 或是所谓的 我们中医讲 有虚热或食热 就算是感冒药 每一个人可能多多少少的配方 也会有差别 因为你的体质不同 所以去看医生 你要相信医生所诊断的病 相信医生的艺术 但是若你有任何的问题 也应该主动学着跟医生讨论 比如说你吃了药以后 身体有不同的反应 有些有过敏 药太强或太少 你都应该懂得去跟医生沟通 同样的用这个例子说明 来学习佛法 对于三宝是无上大一王 他也开了无量法门的药 所以你必须对于任何的法门 都生恭敬的心跟相信的心 但是除非你发愿是要出家 弘扬佛法的一众生 否则对自己个人羞耻来讲 你不用把所有药部的药 统统都吃掉 那吃了结果 只有一个结果 药到命除 你就往生了 所以用这个辟语 对各位在家去世来讲 在家去世本来就很忙 现在出家人也很忙 所以师父会窥见不同的法门 往生神咒是佛陀说的 若你要拔以他的权名 叫拔一切业障根本 得生净土陀罗尼 业障有时候像树根一样 非常非常的深 你觉得你自己障碍很多 你就要把树根给拔掉 什么叫做拔一切业障根本呢 往生神咒就是 得生净土陀罗尼 就是希望你在灵命中的时候呢 不要有障碍 然后呢 你没有障碍 你才能够往生任何一个佛国土 包含往生西方极乐净土 或任何一个佛国土 所以佛陀在讲往生神咒的时候 曾经鼓励善男子善女人 应该发心念三十万遍 那我觉得现代人的障碍比较多 所以我公开鼓励你 应该念一百万遍 一天念一百零八次 就像拿一个念注一样 像刚才我们念三声 各位都念得很庄严 你自己念 那各位有兴趣的 也可以上商业经社的网站 我曾经在共修过 新春的时候 我亲自打木鱼 念了一百零八遍的往生神咒 你可以下载一遍MP3 然后每天念 就真的很认真 你要累积 你这声可以念一百万遍往生神咒 然后呢 你就会往生的时候 没有病苦而很自在 我们想要修到自己 生命哪时候走 那当然要你的夜静了 可是有些人在走的时候 是很安详的 今天的经文后面会讲到 有些人走是很痛苦的 所以你必须为 没有往生之前 要为你的生死做努力 你要真正修这个法门 老菩萨有些可能很谦卑 跟我说 师父你讲经都很好 可是我又看不懂字 经文我又不懂 可以念往生神咒 念一百万遍 你要很认真念 对不对 你要出轮回 你是要真的加把镜很认真的学习 另外念完一百零八遍往生神咒 你可以念一千声 六字大名咒 我一千声地藏圣号 我一千声阿弥陀佛 你自己决定 至少一千声 然后当然能够念得越多越好 好 现在看今天的经文 请各位翻开三十六页 第二十三行 昨天讲 佛陀开无量的教法 地藏菩萨也一样会授予各种法药 昨天讲到了大乘法药 大乘的法药可以修三解脱门 修禅定波罗蜜 修无色的三魔地 好 接下来请看 幻灯片 几三无上法药 佛陀弘扬无量的教法 其实佛陀他不是只是教一个法 为什么呢 因为佛陀在过去世 他也是舍了生命 多生多结 为了求法而能够舍身为虎的 假如各位有机会去 尼泊尔 加德满都 首都 然后大概来回去 去跟来 大概要一天的时间 去也要四个多小时 到南摩伯达 就是目前尊贵的 创古仁波切 他有一个南摩伯达的寺庙 我去过很多次 当时呢 就是佛陀描述本身经 他在那边 为了救老虎 所以跳下去 舍身为虎的圣地 那边呢 现在是一个藏传佛教的寺庙 那那个地方也是圣地 理由是什么呢 过去佛 曾经为了求一个祭奏 他说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就这样 他听到这两个祭子 这个祭子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结果下半句 两句他就不知道 所谓诸行无常 就是说所有东西 刹那刹那之间都会变的 是生灭法 生灭法就是有生有灭的 比如说人有出生 有死亡 对不对 有开始有结束 是生灭法 然后呢 祭奏大概是四首祭奏 就像我们常常念金刚经 一切有回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因作如是观 这四句叫做一个祭奏 从梵文转过来 然后呢 佛陀听到了这两个祭奏 这个祭奏的前两句 结果到他道具问 没有一个人知道 这是过去一尊佛所说的祭奏 他很想学习 结果他打听了半天呢 有一个罗刹鬼 专门吃人肉的罗刹鬼 他听过这个祭奏 他会背这四句 结果呢 他天里迢迢的呢 就去找这个罗刹鬼 找到以后就说 善哉罗刹大士 听说你过去听过这个祭奏 你可不可以讲给我听啊 他说可以啊 我有个条件 就是我很久没吃人肉了 你呢长得圆圆胖胖的 你这是我的菜啊 你要先供养我 我就念祭奏给你 他说不行啊 我说给你吃的话 我就听不到了 对不对 不过我这个人呢 是修行的人 我答应你 假如你讲这个祭奏给我听 我一定呢 从悬崖上跳下来 不但供养你 也有把这个身体 供养给所有的老虎 这样子呢 我就会满你的愿望 可是罗刹鬼就很怀疑 他说你若听了我的祭奏 可能就绕跑了吧 你可能会欺骗我啊 不一定会把身体供养我 他说不会的 我对空发愿 我听完祭奏以后 我一定呢把我的肉身体 供养给你 好 他说就这么说定了 他呢就这时候先爬到悬崖上面 罗刹鬼在虚空中就跟他讲 专心听哦 专心听哦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生灭灭以 极灭为乐 哇 他一听到 释迦牟尼佛就开悟了 真的就开悟了 我解手 待会我再 我先讲故事 待会再解释这个祭奏的意思 他听完以后呢 就开悟了 可是他还是要履行 自己发的誓愿呢 这时候呢 他就从虚空中呢 石头上就跳下来 跳下来那一刹那之间呢 他的肉身呢 真的是掉在地上 舍身卫护 他的神势 他就分离了 然后就坐在虚空的大宝莲花 是一个大菩萨 而且地试天呢 用神托送了他一朵莲花 就把他拖住了 然后就赞叹 善哉 释迦如来 释迦如来 你多生多劫 为了求无上的大法 都能够舍掉你的生命 这时候 罗刹鬼还是吃到了他的肉 剩下的肉呢 就被很多很多的老虎呢 跑过来 就把它吃完 也就是说 他身心分离了以后呢 这个身体就等于 供养给所有的众生了 这时候 释迦牟尼佛就坐在虚空中里面 像大宝莲花的这个大菩萨一样 他就开悟了 这个祭宋讲什么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就是所有一切的万法 刹那刹那都会变 生灭灭以 即灭为乐 就是在生灭 生灭 生灭的相对的念头里 生灭灭以 假如你可以穷尽这种 生灭的念头的话 最后 即灭为乐 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个 清净法乐的境界 你就可以得到 其实他就是讲法身 所以我讲这个故事 可以告诉各位 释迦牟尼佛归去 为了要听闻佛法 他为了一手祭送 可以舍掉自己的生命的 那反观 我们现在的佛教徒 常常对法 有些人很恭敬 有些人并不太珍惜 也不太恭敬 所以你要听到无上的佛法 是要依你的善根福德因缘 同样再回来刚才的批语说 你生病了 医生开你的药 开你的药的话呢 他也是要对症下药 他不用一开始就建议你说 来 你一定要吃灵芝 不见得每个人 一适合都适合吃灵芝的 你必须把你的身体调养好 好的东西 你胃肠消化够 高级的补品 你在胃肠才能够吸收的 所以佛会开 小乘法药 大乘法药 最后无上大法 这里的无上大法 依经文来讲 是指大乘无量三魔地 请看经文 几三 若诸有情乃至宜修守愣且魔 诸三魔地除烦恼病 这就是大佛顶守愣言咒 所以大佛顶守愣言咒 也是无上的大法 即便受以守愣且魔三魔地 守愣且魔三魔地的法药 在中国大乘佛法里面 其实无量的大乘三魔地有很多 第一个华言三昧 第二个法华三昧 第三个守愣言三昧 第四个净土宗的波舟三昧 这些都是无上的大乘三魔地 在经文里面 当然它是集愣言 经的愣言 守愣言 且魔诸三魔地 是讲修大佛顶守愣言咒的功德 但是你若读前后的经文的话 它还包含大乘无量的三魔地 在广义的说 这无上的法药 也包含修金刚秤的教法 所以在张传佛教里面 如果各位去了中国大陆四川五名佛学院 极美彭措法王 他已经往生了 他在定中就亲自见过地藏菩萨现身 所以中国大陆这个寺庙的人 也拜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跟大乘华人的缘比较深 西藏佛教里面弘扬的比较少 但是还是有人弘扬 藏文叫萨尹音波 就是地藏的萨就是地 音波就是指珍宝或精华 萨尹音波就是指地藏菩萨的意思 所以你想要学习无上的三魔地 但是你觉得你有身心又有障碍 又不一定有老师教你 怎么办呢 拜地藏菩萨念地藏菩萨的圣号 也会满你求无上法要的功德 好 接下来再看 十方诸佛的加持力 请看三十七 几四 远离魔怨 今天我要讲魔障 请看 先看幻灯片 十方诸佛的加持力 可以降服魔障 不但十方诸佛 阿弥陀佛光中化佛的功德力 也可以降魔 为什么 因为佛的力量比魔大 再看地藏菩萨 那地藏菩萨 也可以降服魔障 请看 这是台湾花莲祥德寺 也就是曾经来过 新加坡弘法的地角法师 他的寺庙 大概有两三层楼这么高 同 而且度金的地藏王菩萨 这是非常非常庄严的 在我们台湾 这是很少有的地藏王菩萨 非常的庄严 佛可以降魔 菩萨可以降魔 当然地藏菩萨也可以降魔 待会会讲魔有四种 第一个烦恼魔 五音魔 死魔 跟外界的天魔 这里讲的魔 特别是指外面第四种 先看一下地藏菩萨的图像演变 这是台湾元光佛学院的地藏王菩萨 非常的庄严 他背后呢 还有用这个镜子做反光 然后造型地藏菩萨背后有火焰 所以现在的地藏菩萨都很讲究艺术造型 再看满众生愿 我昨天讲宋子地藏 其实宋子观音 观音菩萨会送孩子来送你 那其实地藏王菩萨也会满你的愿望 因为众生的愿望 有世间的愿望 有初世间的愿望 那以此类推 请问有没有宋子文书咧 各位想一想有没有 你好像很怀疑的样子 有没有 有没有宋子普贤呢 你确定吗 有没有宋子的阿弥陀佛呢 有都有 其实所有的菩萨都可以满众生的愿 只是说当佛法在这个国家 由于某些法师特别的弘扬跟强调 一般人我们都是拜宋子观音 没有错 因为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满众生的愿 其实地藏菩萨跟观音菩萨的悲心一样 广大无边 所以你看 这两个小朋友很可爱 还多肚兜兜的穿古代衣服 为什么这两个呢 代表福慧两卒尊 所以地藏菩萨或观音菩萨 送来孩子 大部分都是跟你多生多结 有善缘的 我常说我们什么世间 你若学习佛法 你就会了解 若不学佛法 全世界有很多事情 你都可以预防 但有一个东西 你很难预防 其实有很多东西很难预防 比如说你哪时候走 你也很难预防 对不对 还有一个 哪一个人来你家投胎 你也是很难预防的 对不对 比如说你要拜观音菩萨 跟地藏菩萨 你希望观音菩萨 跟地藏菩萨 到你家来投胎的话 那你要很大的功德 释迦牟尼佛 功德无量无边 所以摩耶夫人 才会生出佛陀 你要生一尊地藏菩萨 做你的孙 那你的功德 要很大很大的 是不是 还有你必须跟地藏菩萨 虔诚的礼拜有缘 也不一定说你家要很有钱 才会地藏菩萨来投胎 比方说地藏经里面 对不对 婆罗门的光木女 光木女就投胎来做 她的孩子 她的妈妈 是不相信三宝 毁谤三宝 而且杀鱼杀鳖 对不对 造了很多杀业 可是地藏菩萨还是投胎 做光木女啊 为什么 因为这个女众啊 说时代 过去生无量节 拜过地藏菩萨 也供养过地藏菩萨 也修过地藏法门 所以当地藏菩萨 观她的因缘 得度的因缘到了 她就自然会来度她 所以任何一个佛菩萨 都可以满你的愿望 求孩子或求孙子 那为什么要满众生的愿呢 因为若不满你的愿望啊 你总是会有遗憾 很多人 现在年轻人 结婚也有新的想法 不一定生孩子 她身体虽然很健康 但是呢 她就不一定生出宝宝 有些人呢 试了很多次 还是生不出宝宝 那就建议你 拜观音跟地藏菩萨 而且你要做广大的功德 你福得因缘构 自然就会有善人来投胎 而且有些人来投胎的呢 大部分都是佛教徒居多 所以 接下来再看地藏菩萨 现代版的地藏菩萨 台湾基隆 佛光芬院的极乐寺 你可以看到 现代的众生 要度众生 你不一定是传统的 骑着龙的啦 或是骑着很严肃的 坐骑 现在的地藏菩萨呢 都是smiling face 微笑 而且呢 造型都很fashionable 穿的衣服也都很流行 这是现代版 但是呢 他头发还是拜 五方佛的宝观 带有地藏菩萨 慈悲跟智慧 跟大悲愿力的造型 但是他的身体的衣服造型呢 就是用现代的 为什么 度现代众生吧 再来看 与民间宗教结合的 地藏王菩萨 就是木雕的 然后呢 前面就是你们常拜的 大悲宫 什么宫 什么宫 都在前面 排一排 后面呢 他有五个天女 然后呢 有五个种子字 然后呢 这就是与民间宗教结合的 一般很不幸 被称为幽名教主 其实地藏菩萨 不是只有度鬼 所以地藏菩萨也可以供在家里 没有说不可以 不是只有寺庙的骨灰塔 才可以拜地藏菩萨 对不对 只要你虔诚恭敬 地藏菩萨呢 也像观音菩萨 永远做你的母亲一样 护念你 接下来看 日本式的 现代式地藏菩萨 很可爱啊 石头雕的 现在的小朋友 比较喜欢这样 现在的小朋友 如果看到前面这张 一定不会来佛堂的 为什么 阴森森的 甚至我看到 有些年轻人 我问他说 你未来为什么不来佛堂 他说师父 骨灰塔每个都有照片 他说每个眼睛都看着我 请问 骨灰塔一定要贴照片 这是故意 丢一个问题给大家 我不是要去为难 宽敬念佛堂 没这个意思 只是说 佛教要度新的年轻人 我们可不可以像 五星级的礼馆一样 这么高级呢 对不对 你对你的家人 一定要贴照片嘛 其实这是众生的执着 全部都贴了照片的话 每个眼睛都看你的话 你也觉得阴森森的 那是不是自己可以写名字 就可以了呢 对不对 所以这是什么 众生很执着 所以只好顺着众生的习性 而满你的愿 假如没有贴照片的话 你会别着大殿里 骨灰塔 把它弄得庄严一点 然后又有高级的音乐 就像我今天给你们放 听到了没有 地藏菩萨的音乐 很好听吧 我为了这一场 我也是收集了很多资料 师父想让你知道 佛教有不同的音乐 有不同的图片 然后有广大的资源 这样的话 你对于地藏菩萨的愿心 或许会体会更多一点 所以你看年轻人 是喜欢这种可爱的 地藏王菩萨 这样的话 没有一个人会不喜欢来庙里的 那为什么骨灰塔 做得阴森森 而没有提升它的品质 所以大家进去的时候呢 这个都会阴森森的恐怖呢 那是环境的气氛 举一个例子 我第一次住在静明 以及第一次住在这边的时候 阿爹也很好 师父半夜有没有来敲你的门啊 我说没有啊 我睡得很好啊 是不是 我半夜有时候做梦 是梦到佛菩萨 或梦到我的老师的啊 对不对 接下来再看 现代艺术造型 智慧的火焰 地藏菩萨 也是有熊熊的智慧焰火 我很喜欢这张 One of my favorite 对不对 它后面是用山的造型 事实上它是同坐的 然后前面大院地藏王菩萨 它保佑地藏菩萨脸非常的庄严 然后很宁静的大慈大悲 还有保佑的习葬跟魔尼珠 可是背后的造型呢 却制造得非常的庄严 再看现在木雕式的地藏王菩萨 表示地藏菩萨从天上来 对不对 这是一个西地的这个封面 可是呢 原版它是用木雕的 看起来有点像中国 水月观音的造型 对不对 南魔大愿地藏王菩萨 而且它的西藏是拿起来的 喊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众生度尽方正菩萨啊 对不对 一般讲 众生度尽方正菩萨 我地狱未空 事不成佛 这是现代的木雕造型的地藏菩萨 在东南亚里面呢 大概我会推荐 台湾三亿香 它雕的木雕 是东南亚造得非常好 当然我也看到 中国现在也在求进步 有很多木雕的造型 或各种材质 做的佛像也很庄严 但在精致术上 我觉得台湾 还是有它很长的历史跟经验的 可以做参考 接下来再看 卡通版的地藏王菩萨 现在人都不太喜欢读经 喜欢看图片 也喜欢看DVD 地藏菩萨已经画成了漫画书 有中文版 有英文版 现在地藏菩萨的故事 也演成了潮州版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也画成了卡通影片的 这个地藏王菩萨 很好 希望佛教徒也继续发心 把将来的法华经 二十八品 乃至于善才同志五十三餐 多城 多城 做成多媒体动画 我也可以推荐一部电影 最近慈祭功德会出了一本 一片叫做 《见真和尚大和尚传》 《见真和尚传》是中国 把戒律传到日本 奈良建唐昭提示 他是日本天皇的国师 他也已经画成多媒体动画 所以现代佛教徒若要学习佛法 或流通法宝 你不一定要引古代的传统的经典 为什么呢 因为你印古汉文 不一定人家看得懂 他不一定契机 不是不好 像我在看到新加坡 很多人为了做功德 就到处印地藏经 当然地藏法门流通很好 但是你也不妨可以考虑 流通DVD 或是讲地藏法门的 佛法的DVD讲座 那样一样是跟你印经有功德的 小朋友 你可以建议他看多媒体动画 也可以看他漫画书 那他在小的时候呢 对于佛菩萨也会种上很好的善根 接下来再看 讲到地藏 接下来讲观音 观音现在的造型也很特别 请看现代造型的水月观音 这个非常非常的贵 为什么 他是用铜做的 真正用铜烧的 而且雕的 下一张水月观音 对不对 跟你传统看到的 拜马祖娘娘或天上圣母的造型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可见观音跟地藏 它的悲心愿力是很广大无边 你要度现代人 有时候你要有智慧 要有善巧方便 不一定要走古代的传统造型 当然古代的文化 或古代的建筑 也有它保存的意义 可是现代呢 你要利益现代的众生 你要必须学习进步 所以现在台湾也很流行 用青铜烧的地藏 还有观音 还有文书跟普贤 其实都是非常庄严的 他们的脸部都非常的庄严饱满 可是旁边的艺术的造型 就非常的变化 所以让很多人看了 都会很深欢喜心 好 接下来再看经文 几四三十七页第二行 远离魔怨 所以如来教授诸友情 如是法要 不令一切所化的友情 被四种魔怨 魔怨所欺服 或是给缠绕 魔怨 待会我下面会讲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修行当中 内有烦恼 外有恶缘 又避到恶知识 然后又避到恶友 那你虽然想修行 可是你会容易走错路 我们常讲 心有余而力不足 请看经文 地藏菩萨会加持你 不让你一切的 所教化的友情 背着你违反 人天秤的伦理 而让你造作恶业 而将来堕入 三恶道里面去 地藏菩萨绝对不会这样的 那反过来说 什么叫做魔 或是障碍 就是告诉你 不要守五戒十善 告诉你 吃喝玩乐 杀到淫望酒 你只要什么都做 都是空性的 这是很可怕的 空并不是这样理解 甚至呢 他会告诉你 表面做一些事 看起来你觉得很好 可是私底下 你却造了恶因 然后呢 会堕落到三恶道里面 因为你重恶因 接下来 再看幻灯片 因为地藏菩萨 不会让如来无上的法眼 或是三宝 佛法身三宝的总性 就像人生的灯塔一样 快速地破坏跟消灭 由事如来 教化一切的友情 有小成 大成 跟无上成的教法 所以 佛会教 仰仗佛力 跟法力 我再讲一遍 佛力跟法力 可以降服魔怨 我在还没有讲魔之前 我先讲一个例子 这是不太好的 我这几年在这边会课 也很感谢有些中国的联友 在新加坡工作 亲自来见过我 也有人甚至从 中国或其他国家 还飞来的 像这次就有从加拿大 飞来的联友 回来听经 谢谢感恩各位护持 可是 中国的联友 就曾经私底下一两位 问过我一个问题 我听了觉得很可怕 觉得很像魔 为什么 他说师父啊 我们中国的人 因为历史的因素 文化大革命 造了很多的恶业 那我们现在才开始 学习佛法 看到新加坡 台湾 东南亚的人呢 都非常的有福报 因为都很善良 有很多的法师 在这里弘法 在我们中国 现在慢慢的 可是师父啊 第一个 法师啊 是真的跟假的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我们分不太清楚 第二个 他说 我们有一种说法 叫做还因债 因是因间的因 债呢 就是债务的债 好像你欠人家银行钱 就要还因债 他说 我们过去造了 太多太多的恶业 所以我们有很多 因因的看不到 所以我们必须要 去消灾免难 那我说你做什么呢 他说有一种宗教呢 新兴宗教就到寺庙里面来 然后你也拜观音菩萨 拜地藏菩萨 然后呢 他也教你念 普门品 金刚经 阿弥陀经 地藏经 可是在最后回向的 每一个人拿个刀子杀动物 杀了要血滴在牌位上 那样才会有效 我听得到 寒毛植树啊 你想这是佛法吗 这是魔 他们也送金刚经 补门品啊 地藏经啊 阿弥陀经 可是回向的时候呢 要杀动物的血 好像杀鸡血一样 像民间宗教 撒在牌位上才有用 可能嘛 这是魔 我公开跟你讲 这真的是魔 因为为什么 佛第一个就告诉你 不要杀身啊 怎么会说回向 要滴上血呢 那下次 积血可能不够 要不要人血呢 魔就是这样破坏佛法的 听好 他一样是刚才讲的经典 所以你不要觉得念大悲咒 就是佛教徒 念大悲神咒 你满脑子嘛 外道的直戒 你还是外道而已 你此事呢 总比呢 没有骂人好而已 那观音菩萨 当然也不会舍弃你 可是呢 你在无量节呢 只是种得度的原因 所以 魔要怎么破坏你 魔就是讲一些 是是而非 让你无法判断 而且那个连友还跟我说 师父 听说非常有效 对不对 你今天求什么 明天就会满你的愿 我说你将来会付出代价的 我再讲一个例子 今天有几位连友来跟我说 师父 我们碰到困难呢 都喜欢去看三世英国 或者呢 去问嫁鸡扶轮的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这么喜欢去这种地方 当然 人有疑惑 你很想找答案 没错 比如说你生病了 你总想知道 我为什么这次身体不好呢 一定有过去的原因啊 你会觉得 我现在生意不好 我家里呢 听说都灾难很多 你总是会有疑惑 英文讲 It's natural 没错 可是你为什么不相信地藏王菩萨呢 你为什么不相信呢 观世音菩萨呢 为什么 因为佛跟菩萨是无我的 他不会伤害众生 在看经文 他不会让一切所教化的友情 违反人天称的五戒十善 让你堕落造恶业 而进入三恶道的 可是魔会 魔就是不希望你去七方极乐世界 魔就是希望你生生世世在六道轮回 贪嗔之越来越强 对不对 所以各位联友 你作为真正的佛教徒 就不要去那里 我曾经在显秘人容观音法门 Part 3吧 我公开讲过 以前我刚学佛的时候 我也是急着想度众生 我是幻想我自己有神通 可以赶快救很多人 其实我走错路 我被一位师父救回来 为什么呢 我就跑到民间宗教去了 这个故事我不用提 所以你不要觉得度众生很好 你贪着度众生 你那个贪心 就会被魔王所利用 你就会走错路 还好我很有善根 最后我整整的一年 每天从早到晚 念大悲神咒 最后离开了魔障 第二个 还有很多人动不动都喜欢用民间宗教的想法说 哎呀你最近业障现前 魔考来你了 魔考 佛教没有魔考的想法 魔不会考你的 魔只会呢 纠缠你的 所以各位联友 你知道的只是很多都是 淘气新加坡的果条 餐餐炒果条 七七八八混在一起 你有很多是错误的想法 为什么你都要相信那些 而不相信 佛所说的呢 为什么你都不相信 善知识所说 或经典怎么说呢 魔是很可怕 我再举一个例子 台湾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台湾 有一个叫十八王宫庙 在去基隆的路上 台北市走基隆 为什么会有一个十八王宫呢 传统上就是有一只狗 它为了救它的主人 航海的时候 它跳下去救它 后来那个狗就淹死了 后来这个狗呢 因为正义之气啊 很灵 它就落入了鬼神道 就像变成土地公 土地婆一样 然后都是阴的 所谓阴的呢 都是要晚上去拜才有用 而且非常有灵 那你知道吗 在台湾经过这个 十八王宫到基隆的时候 那条晚上啊 都是生意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是各种奇怪 黑到白到 民间宗教 还有呢 风尘女郎 全天都去拜 越是奇怪怪的 大家越喜欢去拜 为什么呢 因为它觉得很灵验 其实那是民间的鬼神宗教 好 我讲一个真实的例子 前几年 很多年前 有一个先生 他因为工作 倒了财务了 倒了财务了以后呢 当然他就很可怜啊 很可怜啊 想尽各种办法 跟人家借钱也没有办法 求朋友也看脸色 他最后听人家说 十八王宫很灵 你不妨去求求看 结果他就姑且一事 晚上呢 就朋友开车 载着他去 他真的去了 然后阴生生的 里面听说 还要斩鸡头 还有什么血 乱七八糟的一大堆 进去 他就求 十八王宫啊 你救救我 我欠人的大概 一百万新币啊 一百万新币很多钱啊 两千万台币啊 你一定要救我 你不救我的话 我这辈子呢 所有的财产跟家 全部都垮 你只要救我 我什么都答应你 他就说了这句话 所以讲话 不要乱乱讲 也不要乱发愿 结果呢 他就真的回家了 回家了以后呢 过了两三天 好奇怪 突然有很多朋友 主动来找他 钱就借他了 这一调动 一调动 加了 两三天以后 真的只好凑足了 一百万新币 我讲新币 你们比较熟 讲台币 你们猛叉叉的 对不对 讲新币 一百万新币 很多钱啊 结果三天解决完了 当天晚上 他就死了 为什么 因为他说了一句话 我什么都答应你 他要你的命啊 佛菩萨 不会这样的 所以你为什么 不相信佛法呢 你现在呢 觉得去相信民间宗教 你去看 加基 佛卵 你去看 唐一的 甚至还有人喜欢 去看泰国的 什么什么的 对不对 什么看水平 还有看什么的 你们都喜欢这些 其实你们都是 外道思想 不是真正的佛弟子 师父真心提醒你 不是去吓你 小事情你觉得很有用 大事情 他还是告诉你 存好心 做好事 然后呢 多做功德 就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改编因果 还是要靠你自己修 可是 假如 有一天 你得罪了这些鬼神的话 他会让你 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那时候你来求我 连我也救不了你的 知道吗 所以你不要以为 民间宗教没有关系 我们就乱乱拜 到处拜 拜完了以后 元清再赌 一堆就跟着你了 所以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是鬼神宗教 鬼神宗教 他本身就有七情六欲 他也有小通 也有一点特殊的能力 你求他 小的事情会很有效 大的事情 他就没办法 所以 如果要你付出代价 就像刚才那个例子 最后他说 你只要帮我 我什么都答应你 最后他命就没了 很可怕吧 这就是远离魔院 好 请看下面 魔是什么 看补充资料 魔有四种 第一个烦恼魔 第二个五音魔 第三死魔 第四个天魔 第一个烦恼魔 就是我们内心里 贪嗔痴 慢疑的这些习性 当你发脾气 或发嗔心的时候 会伤害自己 也会伤害一切的众生 能脑害自己的身心 第二种叫五音魔 就是射受想行事 我们常常讲 五音赤胜苦 射受想行事 就像火把一样 你控制不了自己 那个也是障碍 所以魔 中国话魔 叫做翻成解释 叫折磨的意思 你看这个魔的下面 就是一个鬼 它就是折磨你的意思 第三个死魔 指死亡 能够断除你人的生命的命根 生存的命根 昨天讲过 假如你的命已经结束了 但是你拜地藏王菩萨 你可以严受 那就是跳过死魔的障碍 比如说你现在想修行 你好好用功修行 到了晚年 你学了佛法 你很想多学习佛法 你要去圣地朝圣 可是呢 假如你现在突然得了癌症了 那当然你就没办法 满你的愿 对不对 那就是有障碍 所以假如你的寿命能延长 你有更多的时间学习佛法 更多的时间去帮助众生 更多的时间累积广大的功德 你的寿命是会延长的 所以我们常常说 阎罗王对不对 要来接你啊 对不对 你啊 黑白无常来接你啊 人家说三金时间要到 你是不可能拖到四金天的 三根时间来接你的时候 时间到了 他就是会来接你 是代表自己的业 好 注意听 一跟二 烦恼磨跟五因磨 是我们的内心的烦恼 真正的磨在哪里 不在外面 在你的内心恶念 第二个死磨是指 你过去的业跟烦恼 这也是一种障碍 比方说我讲过 安氏高大师 对不对 然后他被扁蛋打死 那也是他的障碍 那他生命的结束 只好等来生再投胎 重新再修行 所以时间的中断 也是一个障碍 好 第四类注意 是指外面的 外面的能破坏人 能指 是指能破坏人 做善事的外道添魔 今天也有几位联友来 跟我说 师父 听说打坐会走火入魔 我说你连什么魔都搞不清楚 我今天晚上讲 所以其实佛教徒 你们常常都听一些 事事而非的话 你不要觉得师父在责备你 师父才想帮助你 多学习佛法 多深入精湛 不要听一些有的没有的 不见得每个人打坐 就会走火入魔 当然打坐呢 你最好是能够在寺庙 有师父 找你出击 不管是南传 北传 藏传 有初级班 中级班 高级班 打坐是要有人教 是比较正确的 就算你修道家的打坐 你也要去拜道家的师父 去学习 何况佛法的禅坐 也是要去学习的 对不对 当你了解道理的时候 在佛堂可以打坐 回到家里也可以打坐 哪里都有佛 但是你若不懂道理 你就会恐怖不安 你就觉得会走火入魔 其实我告诉各位 你们各位目前的大部分的我们 我不能说全部 大部分的我们 都是前面三个魔在作怪 你还没有修到第四个 欲界天魔来找你 为什么 因为你要必须出三界六道轮回 大地六变震动的时候 天魔才会来找你 天魔现在看看各位 烦恼很多也出不了轮回的 所以他也不会来找你的 对吗 贪嗔吃慢疑 一个股票 一个呢 种马票 就让你在六道轮回呢 放不下的东西很多 一个孙子 一个财产 你装事情 就让你放不下 他看一看呢 没关系 这个反正也不会出轮回 所以他也不会来找你的 所以没有这么动不动 就走火入魔的 没有这么容易 而是你要真正用功的人 举个例子 智者大师 中国天台中 智者大师三次降魔 那就是降第四类的外道天魔 智者大师是只有这样的功德力的 好 先看 释迦摩尼佛降服外道天魔 有兴趣请各位去看一部电影 叫Little Buddha 忠煞清者仁波切 他拍得非常好 这是他早期第一部 一泡而红的电影 其中有一段就描述 释迦摩尼佛怎么降魔而成佛 第一个请看 这段幻灯片 我是在雪千寺拍的壁画 非常短 看右下角 有三个美女 佛陀要成佛的时候 他代表降服的三称痴 第一个 魔王不希望他成佛 魔王也有神通 直到 哎呀 释迦如来 太了不起了 他今天要成佛了 我要来障碍他一下 其实你看 魔也是很厉害 魔也是有神通的 他就拍 右下角 请看 三个天上的美女 然后呢就 穿着透明的这个丝绸 然后呢就在佛天面前跳舞 就佛陀啊 我是美女啊 对不对 那么佛陀呢 他用慈悲智慧的光芒 嘴巴一吐 他说你现在是美女 可是在我看来啊 是骷髅头啊 啊啊的一声 他就跑掉了 你知道吗 下次这一招试试看 给浪的女生 看你有没有这个功德力 还是呢你当场 他拍你一下 你就晕倒了 就被送进去了 在佛陀的眼光 深深事事修不静观 深深事事持 不邪淫的清净倔力 所以在佛的眼睛里 他有功德力 不会受外境影响 所以在佛的眼里面 世间人认为是美女 在佛陀看来 只是一堆骨头而已 所以佛就放光 吹口气 啊的一声 那三个美女 因为看到自己的 丑陋的骷髅头眼睛 然后就不见了 代表佛降服 贪的烦恼 就近清净 好 旁边 待会给你看 下面一圈 旁边一片妖魔鬼怪 代表撑的烦恼 左下角是魔王 代表吃的烦恼 佛陀降服了贪嗔痴 待会我会继续讲 然后呢 中间有没有看到一个 从地底下跑出来的菩萨 有没有 大地作为证明 这就是所谓的龙神 地神 或叫做龙神 大地为作证明 所以佛就阅读明心 而成佛了 第二个 魔王看到的女孩这招不够 好 没关系 那我再来派万马千军 所有的呢 万马千军 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看 The Lord of the Ring 魔界里面 你看电影里面 万马千军 那很恐怖了 对不对 对不对 食人猪一样 万马千军 所有的人呢 魔王呢 就射箭 想伤害佛陀 可是佛陀这时候 一刹那之间 进入了慈悲三昧 所有射的箭呢 到他旁边呢 就变成莲花 从天空中掉下来 为什么 因为佛陀 生生世世 降伏称心的烦恼 佛陀的称心 以及旧静清静 而转为无上的智慧 好 再回来看 前面一张 到了左下角 贪也没有用 对不对 称 佛也不怕 这时候魔王就出现了 在小佛陀的电影里面 是这么演 他就坐在 释迦摩尼佛面前 突然长得跟 释迦摩尼佛一模一样 就抓住佛陀的手 说 我终于抓到你了 你这下跑不掉了吧 这代表我 你知道佛陀怎么说吗 佛讲很有智慧 他说 本来就没有我 你怎么可能伤害我呢 佛这样一讲 王 魔王就 一声又不见了 魔王啊了好几声 为什么呢 因为佛啊 有无我的智慧 告诉他 你本来就没有一个我 众生都会了 总是执着说 我会被伤害 我会被欺负 我会被人家看不起 所以我们深深深深 习惯我的念头很多 可是佛都跟你讲 本来就没有我 所以这是佛教的 般若般若密 所以佛最后降魔是靠什么 般若般若密 你的智慧 然后呢 而且魔王跟他 现在是跟 Gaudama Siddhata 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人 就抓着佛 所以你这下法不掉 佛说 本来就没有我 你怎么可能伤害我呢 所以他是用 般若般若密 降服了外道 魔的鱼吃的智慧 最后 夜赌明星 然后呢 他看到 然后就正式成佛 成佛的时候呢 大地的龙王跟地神 就为佛做证明 所以 请看下面 称心代表降服 内在的称心 降服不是降服外面 我们若没有学佛法 我们常常觉得 我们要降服外面 这个老板不好 举一个例子 这个老板不好 我换一个老板 你换了三个老板以后 你要反省 事实上是你自己脾气不好啊 你不要觉得天下的老板都不好 我们凡夫没有学佛法 都会觉得 这个不好 那个公司不好 永远的同事都不好 其实你自己啊 对你自己最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被自己的贪嗔痴 所征服了 所以佛陀 要你降服的是降服内在 因为你只有降服内在的烦恼 这才叫真正的修行 修行不是在外面跟别人比 比是永远比不完的 再来看 当佛成佛的时候 阅读明星的时候 如来就为无量的大众 他在虚空中 为无量的天人 跟恒河沙数的佛菩萨 讲第一部经 大方广佛华言经 在西藏里面也是记载 讲的经第一部是华言经 而且最殊胜的是什么 普贤行愿品 所以佛也是为无量大众说法的 接下来 佛讲经说法一生49年 有人说48年或50年没有关系 因为在印度 他并没有很严格的历史记载 讲经说法49年 最后佛入涅槃了 你看下面一排的阿罗汉 放声大哭 垂心肝 为什么 他非常痛苦 佛已经入面 可是看后面的菩萨 菩萨就是静静的 拿着哈达 祝福给佛陀 为什么 因为菩萨知道 佛事实上是无来也无去的 菩萨很宁静 他没有哭也没有笑 就是静静的 他感觉到众生 没有福报 因为佛要入灭的 可是前面一排的阿罗汉 放声大哭 甚至有些 垂心肝 有些还流血 甚至有些 眼睛还流泪 接下来 佛入涅槃以后 做什么呢 佛用三昧真火 自己火化了自己 所以你看 西藏的壁画是非常的好的 不然你要 他花了这么多钱 在寺庙里画这些做什么 画佛的一生的故事 对不对 你看他用三昧真火 佛自己用棺材 把它火化 天上的天人 丢曼陀罗花 赞叹 一代的天人导师入灭了 众生就像茫茫的大海 失去了灯塔 众生就会很苦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佛注释 接下来 佛的舍利子 就有八个国王 然后呢 广为流通 然后圣地子 也供养佛陀 所以法华经里面讲 佛为什么要佛化 因为呢 其实佛也可以 学习肉身 我今天后面会讲 地藏菩萨的肉身 以及六祖慧能大师的肉身 你想想看 释迦牟尼佛没有功德力嘛 释迦牟尼佛现在又留肉身的话 全世界都抢啊 那还得了啊 为了释迦如来肉身 印度八个国王要打仗了 佛陀他有神通的 所以最后佛陀选择 火化变成舍利子 让所有的弟子 全世界 乃至近虚空遍法界 都有佛陀的舍利子 得以真诚供养 这写在法华经里 这个壁画画得很好 接下来再看 所以遇到魔来了怎么办 发愿吧 看 这是我写的 当你心量有多大 你的愿力就会有多大 我们佛教读谈谈谈 发心 发心 发愿 发愿 没错 你心量有多大 你的愿力就有多大 可是我要提醒你 当你发完愿的时候 接下来面对的考验 就有多大 举一个例子 你现在是一个学校的 小学的校长 学校有一千位学生 你要为一千位学生 想好他的教育制度 克作以他的吃饭 他的种种细节 当然你很好 你是一个伟大的校长 很让人家尊敬的校长 可是你只能帮助一千人 假如你当一个公司的老板 可能你的员工 有一万人 两万人跟三万人 那你就要面对 一万人 两万人 三万人的麻烦 所以你有广大的愿力 照顾你的员工很好 但是你会面对 考验就有多大 假如你当一个国家的国王 乃至于像我们台湾 当总统 也是很辛苦 两千三百万人 你照顾的是 两千三百万的子民 同样的你要面对 两千三百万人民的 很多问题 同样的 佛跟菩萨 来来人间 广度众生 不论现在家 出家 像 他要面对的考验 就有很大 所以这个世界 老实讲 走到哪里 都是不清净的 没有一个地方 是圆满的 假如你要找到一个 完全清净的净土 请你先通知我 好吧 我一定第一个会去的 答案是不会找不到的 就算你到了 菩提家野 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你就算 中国的四大名山 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答案是什么 有众生有业 跟烦恼的地方 就有考验 菩萨 就是要用考验 来面对自己 用考验 来磨练自己的 六度波罗蜜 所以第四句 我想 你修持的功德力 就有多大 而且你要学 释迦如来 先修忍辱 先修精进 因为你修持的功德力 越大 你自信显现的范围 就越来越大 再举一个例子 就我们赞叹 慈继功德会 他全世界有 几千万的会员 跟信众 甚至上亿 为什么 因为他的大悲愿心 大爱无国戒 哪里有苦难 哪里就我们帮助他 你看 你的愿力这么大的时候 你要面对 全世界不同的国家 救灾 就有很大的考验 同样 他所做的功德力 也就很大 所以慈继的怜友 都是生生世世修 法华经 法华会上的佛菩萨 所以各位 愿力很重要 不过你不要忘了 心量大 愿力大 考验也就更大 当你考验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 你没有力量的时候 就要养障佛力 拜地藏菩萨 求观世音菩萨 求阿弥陀佛 那你修持的功德力 就会更大 自信的显现范围 也就会更强 好 讲到这里 我脑筋突然想到一个故事 鼓励各位 在谭虚老法师的 《影城回忆录》里面 他就讲一个例子 他曾经亲自被人家陷害 在谭虚法师 他曾经在青岛建战山寺 建完了以后 为了要弘扬佛法 他讲经论 然后他也请弘一大师 从南部亲自北上 为了所有的僧团 主持戒律 奖律 而且初一 十五 半月 半月诵戒 而且延迟过五不时 所以谭虚法师 跟弘一大师的缘 是很好 谭虚法师在 《回忆录》里面 就曾经说 他一生非常的正直 公私很分明 英国也很清楚 可是有一次 他的灾难真的就现前了 为什么现前了呢 有一次他突然就做梦 梦睡觉 理个善知识 很少做梦 心很清静 他突然梦到 寺庙里面的 伟陀菩萨殿着火了 然后在梦中 他要去抢救 抢救的时候 来不及 结果佛像就被烧掉了 这时候他起来 他心里就有点毛毛的 糟糕了 可能寺庙有事情 灾难要发生了 他就一直在喊前程念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他昼夜都一直念 他平常除了讲经过堂之外 他平常都不讲话 那徒弟也觉得他很奇怪 怎么师父平常都讲经说法 苦口婆心的劝人 怎么最近呢 师父这一两个礼拜都不讲话 他一直在念观世音菩萨 他因为知道寺庙呢